阿彌陀佛 聽到嗎? 聽到嗎? 阿彌陀佛 我們首先三清南無本師釋迦茂利法 南無本師釋迦茂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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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常甚深微描白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慈 緣解如來真實言 今晚跟大家分享的題目就是 緣起成空 是比較唯識學的一種 比較抽象 所以有時會難以去理解 但是我希望大家會比較用心去聽 聽不明白不要緊 種下這個緣起聖空的種子 在我們的白色田裏面 他朝有一天這個種子成熟的話 我們就會大切大悟 那麼緣起聖空這個題目 就是比較抽象 佛教的恩果原理 是建立在這個緣起聖空上面 跟其他的宗教學說 所說的恩果是完全不同的 緣起聖空的思想大概的重點 他要說明一切法是由於沒有自性的關係 因為這些是以隨緣還然的 是一個隨著恩緣還然的一切法 雖然它溺溺在目 我們可以看到 但是又好像如夢泡影一樣 如路亦如電 當我們真正這樣順解這個道理之後 就會當它是一場戲倫的關係 與人相處亦沒有爭拗 因為無需要去爭辯一些事情 因為一切都是無常的 同時內心亦沒有這個牽掛 放得低 接著人生緊靜下來的就是 行所應當行,仇所應當仇 以十無功德的可言 我們所做、所行就會隨緣而安 不會說我們付出了多少 就要得到多少的籌報 這一切皆因為世尊成為佛陀 他看不到萬物皆從因緣而生的原理 如實地為我們宣說出來 就如所謂的佛教 佛教對宇宙的論說 是比較傾向這個現象論 現象論是一種主觀為心主義的學說 而不是形式而常學的本體論 是一種單憑直覺 靠這個經驗來判斷事物的哲學 此外佛教也不是純粹的 宇宙現象觀的論說 它是更進一步是一種擺脫痛苦的一種方法的論說 重點是擺脫人類一切的痛苦 為了要擺脫我們的一切痛苦 佛陀發現了痛苦是源自於我們對現象的曲解 佛陀由於發現眾生 這種對現象的曲解、扭曲的錯誤認知 因此佛陀提起這個緣起聖空和緣起無我的思想 來對峙 所以緣起無我 不僅是佛教對客觀現象的解釋 同時也是佛教達到滅苦的方法 一切都只是功能和現象的變法而移 當中並沒有存有這個生命力的 亦都沒有身體和意識 綜合來去觀察世間的一切法 我們這個法是指人、事、物的種稱 這些人、事物通通都是有互相的關係存在 一切被重重的關係的幻網所包圍著 唯有是愚幻化的緣起法中觀察恩果 只能夠徹底地通達緣起的恩果和聖上的力用 所以要了解恩果原理 必須先通達這個緣起聖空 緣起聖空的爭議是什麼呢? 緣就是因緣起 因是主要的條件 而緣是一個助緣 主要的條件是因 必須借助有一個緣的力量 只能夠生起 所以就叫做緣起 例如一顆黃豆 好,總子 它必須借助有水、泥土、日光、人工等種種的恩緣 它只能夠飆雅、開花、結果 如果將這顆黃豆 始終都是放在倉庫裡 或者是放在石頭上面 最終不過還是一顆黃豆 而這裏就說明了 緣的力用是多麼重要 而宇宙萬有的諸法 是由種種恩緣的關係結合而成 一切是隨恩緣生而生 隨恩緣滅而滅 完全是受恩緣的支配 這裏也是視原生的一切法 它本身就是沒有一個獨立的本體 反過來說 法如果有它的獨立自體的話 它就不是從緣而有 事實上 宇宙間一切的法 都是從這個緣而有的 所以要尋求法的自性 即是尋著獨立個個的自性 體 但是又不可以 所以我們稱它為聖空 聖空不是否定破壞緣起的時相 而是說明緣起它的幻化是無實的 沒有實在 一切都是假明有 即是假明非實而有的就是叫做空 是雖然 是雖然如果寠而假明 虛而假明幻相也好像真 也都似寛 因為這個仍然是無礙 而聖空 不要想像成不是甚麼都沒有 叫作空 甚麼都消失 沒有的意思 他亦都意会着是什么本体 或者是一种能力 能够生一切法 或以为空是现出一切现象的根源 佛法不是一种原学 只是现实而如实之道的意义 也就是在现实经验中 看不诸法的本性空直 即是空性 不是另有一种的实体 而是原起现象的当体 性空即是原起的本相 一切法空性是一切法的本性 这点就要从一切法上面去体证 而不是离开了悉心以外 幻想妄计 所以从一切法彼此 依存的关系去观察 即是无我 我是人的错觉 并不存在 而只是身心依存所现起的一合相 一个有机的统一 从一切法前后延续去观察 一切都是无常的 就是假定最短的时间 亦即是一刹拿 亦都是在变幻当中 无我和无常 亦都是空性的另一个说法 总之一切法是从源起 所以一切法是性空的 因为是性空 所以就要依因缘而示现 这样法法就从源起 法法也都本性空 缘起就是有 和性空是不一不二 相得和相成 那因果关系的特质 又是为什么呢 凡是因缘而成的法 就是有因果的关系 浅的因果就好像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还可以比较容易 而复杂深一点的因果法 就是要比较难去理解 不过如果把握到佛教 他的因果特质 缘起自性的空直不可得 还有幻化然有 为因果的相待的意义上面 去观察 都能够对因果有个正确的形式 从此以后深入 看悟因果的同性空 就能够得出这个不一不二 相依相成的中度法 又不难彻底地通达因果的正义 先来解释 因果关系的不一不二 一切法不出来这个因果 果之所以成为果 必须要有它的因 但因有因相 果也有果的相 果不一定即是因 但果肯定是因的果 不一不二 二即是不同 就是因果各有它们的特别相 而由利因无果 离果就无因 因果的关系是不一不二的 即是诸法的实相 不是一样 亦都不是不一样 是不同 亦都不是不同 这句话是龙树菩萨所说的 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呢 举个例子 就比较容易明白了 就比较容易明白了 答案就真是很微妙 又有趣 刚好刚刚跟我们说的不一不二 完全有点吻合性 以百分之一的蛋糕 在性质上来说 当然是完全一样 大家都有蛋糕的成分 所以就说它是不二 即是没有什么分别 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再从这个形状 和大小来说 就真的完全不同了 原本圆圆圆的 现在就变成了一角仔 又可以说它是不一样 虽然用上述简单比较的例子 大概我们可以知道 不一不二的意思 不一就是因为我们无生的道理 随着世俗 理随顺于世间的缘故 空的道理随顺于世间 随于世间 当然就安立起 我们不会统一 杯就是杯 桌就是桌 花就是花 灯就是灯 没有什么不同 事上上当然是不一样 但是 杯的自性本空 一切都随缘 自性本空 缘起胜空 这张桌也是缘起胜空 这个杯也是缘起胜空的 要用一个空来架构 所以不能够说说统一 是因为你借着这个时相 而显现在时相上的格格不入 但是理 来说到 都是理上的道理就是缘起无生 缘起的性空 所以不一就是理同一的 而事上是不一样 而事上是不一样 不已就是事上上不一样 但是理是一样 事除于理的缘故 因果前后相待 也有他的不常不断的意义 不常不断 不常就是不变随缘 不断就是不断 就是随缘不变 这个就比较明白一些 不常当然就是说他不永恒 虽然不是永恒的 但是他又是随缘 就是不变随缘 这个不变就是如如不动 有如如不动的本性 但是他会随缘 随缘为什么呢 就是要讲到不常 为什么要讲到不常呢 如果你说常的话 就会变成有这个自圣见 常就是变成永恒不变的 众生就是这样 就是讲到常了 会变成这个常 讲到无常 又会变成这个无常 所以必须要讲两个角度 就是不常和不断 所谓的不常呢 也都不可能 也都不可能 讲到无永恒 用无永恒来到描述 新灭法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误到这个空性的话 当下就是永恒 所以每一种的事情 都是由于矛盾 来到去完成这个统一 这个常 跟无常 同时 才可以完成一个高超的智慧 理性呢 是跟有为 和无为的对立 然后呢 有为呢 就跟这个无为 有这个矛盾之后 以空作为架构的连接 然后呢 再产生 完成呢 理性上的一种事物 佛性上的事物呢 不常和不断呢 也是这种的角度 常跟这个断呢 常跟断呢 是对立的东西 是矛盾的东西 但是呢 一定要同时讲 不变 除缘 就叫做不常 除缘 不变呢 就是叫做不断 不变呢 就是我们本来的本性 除一切的恩缘 但是呢 它不会变 不会变的 就是不断 除缘呢 就是永远呢 不变 为什么呢 因为除一切的恩缘 本性呢 还是存在 除一切恩缘呢 又怎样会有变化呢 指的是呢 它的本性不变 还是如如不动 还是呢 同一样的东西 大致如来呢 还是在 现前的 不是说呢 长久在那里存在 也都呢 不是 断续这样存在 事物呢 都是不停地 在变化当中 但是呢 它的本性呢 是不变 凡是被称为恩果 的必定呢 有这个能生所生 有能所 必有这个前后性 只可以呢 称为恩果 亦呢 必须呢 有相依的关系 恩果呢 是相代的 代果呢 就名为恩 代恩呢 就名为果 由于呢 畜牢相依而住 即是说 将芦苇草 扎成一把把 辗转地相依 而得这个树立 畜牢呢 就譬如 事物的互相依赖 而立 不可以独立 也都呢 就必要呢 有它的合和和 的同时性 否则呢 有前后性 而没有同时性的话呢 有前因 时呢 就没有后果 有后果时呢 就没有前因 前因 不相符的话呢 亦都不能够呢 成立这个恩果的意义 这些呢 都是不过呢 从它们的相对的 显出形态 加以这个区分而已 但从它们余患的恩果来说呢 恩果本来呢 就不能够 因为过去呀 现在呀 未来呢 相待呢 是不相离的 而三世呢 各有它们余患的特别相 不相离呢 所以不断 不相呢 不相呢 即过去呢 不等于现在 现在呢 也都不是未来 所以三世呢 软然呢 是不相 而恩果的延续呢 亦都有这个 不迹不离的意义 恩果呢 是相对而非绝对的 譬如 棉衫呢 是棉布的恩 但是它又是棉花的果 那棉布呢 是棉衫的果 它又是衣服的恩 从现在向前往呢 有无限的过去 向后看呢 亦都有无限的未来 恩之前呢 伏有这个恩 推理到开头啊 前就是那个源头呢 并没有有这个第一恩 果后面呢 伏有这个果 追究落到最最尽头呢 亦都没有最后的果 前恩后果呢 果伏成为这个恩 因果交替呢 贯通现在 过去呢 即会影响到现在 现在呢 又会规定到未来 那 后起者呢 不即是前者的再现 新生的 亦都不是过去的复活 而一切是在恩果的延续 成前啟后呢 身生灭终呢 如流水灯然一样 一切前后之间的关系呢 都是不职 都是不离 自性 即是呢 自有 自成的自体的含义 为人类呢 普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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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的根本错误 佛教呢 即是呢 它是 即是呢 针对这个自性的 错乱的阔国 开始宇宙人生的真理 就是用这个缘起性空 使得我们呢 从身心的相依 至他的共存呢 事物和我自己呢 相知的缘起政见中呢 湧出这个无我的真情 真智慧呢 和这个慈悲 即缘起政觉的内容 如是因 如是果呢 即是物理学的动力 和这个反动力的理论 不是一般说的 也都不是呢 操控在什么人的身上 完全呢 是在我们的自作自受 即是果报还自受 就是我这个心心的活动 即是我们做了业 而引起这个能力的潜在 即是业恩 将会呢 招召到呢 未来的苦乐人生 就是这个果报 人生最大的敌人呢 就是自己 而最大的恩人呢 也都是自己 自己呢 可以开创人生光明美好的一面 也都呢 可以把自己呢 推落苦虏的深渊里面 无论你是人间的豪富啊 富豪啊 贫贱的人啊 或者天上的帝王啊 一律呢 都要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 哦 佛教和一般的宗教呢 宗教呢 不同 就是否定呢 外在的主宰神 主张呢 重视自己的静化 从自己的信仰 智慧行为当中呢 达到人生的圆满 确信自己的身心行为的价值 不要呢 一味在那儿求神拜佛 坚持呢 要达到呢 否定神权的力量 而成为呢 人定圣天的勇猛丈夫 了解了佛教的恩果原理呢 再来解释缘起和性空就比较清楚 先从这个原始佛教的缘起思想 来到了解 当中呢 记载了佛陀他自我呢 讲述《觉悟原起法》的恩缘 佛陀向他弟子说 我宿命 我亦宿命 未成正觉时 獨一正处 尊精禅师 作事念 何法有 故老死有 何法完 故老死有 佛陀呢 是要搞清楚明白了 按照什么的法质和道理呢 而有这个老死 是什么因缘条件之下呢 才有这个老死的出现 他呢 是以一个 踏实和解决问题的态度呢 为出发点 而呢 得已呢 证不到这个缘起法 和缘身法 那缘起法 缘起无我论 或者是缘起的空义 是佛教的根本思想 任何呢 团体和个人呢 倘若 观念 偏离这个缘起的空义呢 将呢 不会承认 将不会呢 被承认是佛教的一分子 华之佛呢 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师 或者是精进的 宗教情操的人 被人尊重的人 一偏离起空义的话呢 就不属于我们佛教的 佛法本无多 真正可以超生了死的 道出苦海的 并无几句话 学问呢 是在于讲博 要学要读的很多 但是真正修行 是越少就越好 就是尊于一活 中观邦夜呢 讲了那么多呢 但是综合起来呢 的重点呢 只是讲一个缘起两个字 如果有人呢 能够深深地理解缘起的意义的话呢 这样 当下呢 就可以远离这个 谋论 有人说 药水三千 我只取一条而饮 一条饮 就是呢 能够解你的口穴 但是如果呢 你站在河边 有那么多水 细数流水三千 而呢 不去拿来饮的话 那就只好呢 我死在这个河边了 缘起有 缘起呢 有这个无我的意义 这个呢 是非常深恶的佛教义理 佛陀呢 曾经讲过 缘起甚深 极甚深 虽然呢 整天呢 听闻呢 佛教徒说呢 缘起啊缘起啊 但 真正了解缘起的 缘起无我的人呢 呢 相对于口说 缘起人呢 比例呢 就少之又少了 就是口说的人呢 多于真正实践 了解缘起的人 那又有什么 那又什么叫做缘起性空呢 缘起呢 就是由很多条件 来到呈现和完成呢 一件事物呢 而性空呢 就是说 一件事物呢 既然呢 一件事物呢 都是呢 靠这个恩缘组合的话呢 那就 不会呢 有自己的本性 和自己的个性 不会有呢 不变的性 和永恒的性 和自主的性 缘起无我的大意呢 是有两个 第一就是 有情的存在 不是没有原因的 万物之所以出现在这个世间呢 而他的祭遇啊 果报啊 都各有不同 这些呢 都是依这个无名意识 和业的力量呢 所造成的 第二呢 就是有情 经过在漫长的劫轮回 在这个三界 在六道中呢 展现了种种不同的生命状状态 并且呢 營造出不同的身心活动 但这些状态呢 和活动呢 都只是 根啊 景啊 色啊 和合的假想 没有这个实体 没有核心 而且呢 变化不居 千流不息 就是轮回六道 而现象呢 也都有两个部分 即是现象的表相 和现象的本质 现象的表相呢 是指一切呢 有恩 有缘而生起 世灭的人事物 人 即是灭的 即消失 世灭的人 事啊 物啊 都含有这个三世 轮回 因果业报的意义 现象的本质呢 就是无常 无我 空 不见不到空 即意会不到空的人呢 他是非 即是 不是属于我们佛教的 来现象的表相呢 而来到呢 谈论这个空者 就非真正了解空义的人 由于三世轮回 因果业报 没有具足到四禅八定的话呢 是很难呢 现观得到呢 唯能顺解 而表相呢 更是无边 无量无边 修行人呢 亦都是无法 来到去 变观一切 所以现代的禅修呢 他建议修行人者呢 随时随地呢 活在眼前的一瞬间 并且呢 集中这个心灵呢 观这个五蕴皆空就可以了 而真是能够召见五蕴皆空者呢 就可以止息这个我们的贪亲痴呢 而得到这个解脱 佛教所讲的诸法余患呢 他和这个业报不失呢 是可以一起讲的 可以呢 说是一体之两面 说山河大地如梦幻泡影 他的前提呢 已经承认了 世间就是有山河大地 说财富名利呢 如梦幻泡影 当然他亦都肯定 财富名利的存在 然后呢 再说 他们如梦幻泡影的 就说六度轮回 如梦幻泡影 同样呢 也都肯定呢 有六度轮回 而报不失的现象 如梦幻泡影的空意呢 也都是没有否定 如梦幻泡影的事实 一位秀禅定的人呢 如果他不清楚这一点的话呢 就好像很容易陷入这个断灭空的之中 不说了 缘起甚深 極甚深 是不容易呢 通达了解这个空意的 顿根的人呢 他必须呢 从多方面呢 来到去观察 只能够呢 慢慢慢慢地去理解这个空 要做到呢 他起先从 先要呢 从这个世间 是短暂的 痛苦的 人性呢 是悲劣的 绝情的 人生呢 就如这个过路客一样 站住在这个世间的 最后呢 都是两手空空 这样走的 社会呢 就充满这个 虚伪啊 包装啊 和宣传啊 世事呢 都是刻意 作为这个结果 是各种条件的组合 等等的 一些的省私呢 感触之后呢 只能够呢 漸漸呢 顺解这个空意 而 利根的人呢 他直接 就从这个 诸法 是根啊 颈啊 识啊 和合而呈现的 就立刻呢 观察到 波野宗观的根本理趣 就可以呢 步入这个涅槃门了 也都可以说呢 利根的人呢 他不用呢 遵从这个 由这个苦啊 无常啊 无我啊 的次第 来到去 学起 他可以呢 单从这个 原生 即是幻生 幻生呢 即是无生的观察呢 就能呢 化解了 贪着 而顺利地 进入这个涅槃 但是 依赖因缘呢 而存在的事物呢 他本身呢 就如梦幻一样呢 不真实 那些中观的根本奥义呢 对于普遍的学佛人来说呢 是一种容易比较理解的 但是呢 却是难以呢 被人去信仰啊 去接受啊 去奉行的一种真理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呢 从佛教的观点来看呢 人类的身心 也就是 我们这个身心的五蕴 即是叫做五蕴 都是呢 因缘所生 没有这个呢 主体性的 主体性 自主性 不是单一 而成 它是有核心的存在 人类通常呢 都会这样说 分别呢 有这个 你啦 我啦 他啦 这个社会啦 那个国家啦 全世界啦 以及呢 感情啊 理智啊 正义啊 幸福等等的一切呢 其实呢 它们都是相对 是一种相对论 权宜和暂时安立的 一种复合性的概念 对一切现象的事物呢 越有认识的人呢 就会呢 越有智慧地上远来 这些的 娇慢自傲 所以说呢 学佛呢 能使得我们身心柔軟 身口已清静 具有呢 越来呢 就越 谦卑柔軟的人格 所以有句话呢 说啦 学佛应该呢 越学呢 就越谦卑啦 不单止只是含氧而以和 其实呢 亦都是相应在真理的表现 生命的现象呢 就是因缘和合 暂时呈现的一种幻想 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呢 权宜为了安立这个假名字 说这个是你啦 我啦 他啦 但是事实上 刹拿呢 新月中呢 并没有可以称之为法的固定相 和合职序中呢 亦没有可以称之为我的独立相 就如虚空和大海 本没有这个国界和四大羊的分别啦 先前仍是呢 随俗以立名的 久而久之呢 就被当作正确 是对的 最后呢 就即非成事了 试问 这个大平洋的灵魂呢 是在哪里呢 纵身因为这个撒家耶见 即是我见 未破 所以呢 对他们来说呢 世间呢 是有一成不变的时间 空间 他们有天堂啊 地狱啊 有佛啊 摩啊 有阿罗汉啊 菩萨啊 等等 这些呢 都是因为这个自性见 自性呢 即不需要呢 依照缘起 就能够自己存在 和空性呢 是相反的意思 是一种呢 迷惑的思想 和心态的邪见 若有一招呢 能够破除这个自性见的话呢 所有的气轮呢 就会通通熄灭 因为上述的一切分别呢 都是以自性见呢 为前提 自性见呢 就好像运动那时的一个座标一样 有了这个座标呢 是可以有 有 举行这个运动啊 而当这个一座座标 而当这个呢 坚固的座标呢 即自性见呢 被打破的时候 没有了这个座标的时候 世界呢 就是无量光 无量寿了 不可思议的世界 缘起和自性呢 是没有办法并存的 只要呢 是缘起的 就一定没有自性 有自性的呢 就不是缘起 一个尚未开悟的人呢 当他在谈论着古代禅师啊 或者是佛菩萨的时候呢 在他们说话当中呢 都会含有这个自性见 就是以个别的说话单位呢 来到看待 譬如我们的祖师啦 陆祖啊 永家啊 林济的祖师啊 等等 也都呢 把观菩萨呢 当作是一个菩萨 这些呢 都是还未开悟的证明 而一个真正开悟的人呢 从他的心眼看出呢 他只是见到恩缘 不会呢 见到人 我 他不会呢 把菩萨啦 祖师啦 甚至众生呢 当作是一个单位 来到看待 他呢 在众生中呢 不起人见 即是 保特骑罗见 在这个友情众生见 也不会呢 在自己当中呢 生起这个我见 即是 撒家耶见 人见 我见呢 都不生 只见呢 这个缘起 只是呢 在缘起中呢 好好自己修行 人本来呢 是可以呢 自在无碍的 但呢 却因为呢 错误地认知呢 这个身心是我 并且呢 还形成呢 根深蒂固的惯性 即是 传这个杂皮 甚至呢 已成为呢 无功用的 错误伦理了 所以呢 所以呢 烦恼就不断了 苦惑呢 重生 由于 枉执身体呢 是我啊 思维感受呢 是我 自然呢 就变成呢 只是 关心自己的身体 和意识 包括啦 一切自己的感受啦 感觉啦 感想呀 思维呀 记忆呀 经验呀 都是 为了要保护 这两种的东西 就陷于呢 这个 盲目偏见 和呢 矛盾虚空之中 就好像呢 巫鹰一样 这头赶走去呢 那头那些杂皮呢 又飞回来 一切呢 所关心 挂爱的 都只是 着重在自己的身上 没办法呢 跳出这个五行之外 成为这个自由人 经常听到人说啦 人生就如这个 烂泥巴一样 不要在当中呢 咆哮 咆哮呢 就是情绪激动 大叫大大喊的意思 在这里呢 所指的是 以气风法 傲慢自此 是 紧张不安的等等 身心这样 痛感到人生 真是没什么 人生呢 很快呢 就过去了 眼前当下的身体呢 眼耳鼻舌 心肝肥肺 手脚啊 筋骨啊 血啊 肉啊 以及呢 我们的记忆啊 经验啊 知觉啊 思维呢 通通呢 都感觉到 他们呢 他们呢 只是一堆组织 属于呢 属于呢 一些不可知的因缘 总之呢 是不属于我的 一般人呢 呢 之所以呢 呢 不能够自在休闲啊 不能够除缘呢 是因为呢 他们不相信 亦都不理解 佛讲的人生如梦的道理 被自己的眼睛 意识呢 以及大众的眼睛和意识呢 所蒙蔽 误认呢 时间、空间、物体 以及精神的现象啊 心态的活动啊 等等呢 都是真实存在的 生态上 既然呢 对存在的一切呢 当真和认真的话 就怎么可以呢 不执着呢 又怎么可以呢 趋向这个解脱呢 人因为呢 不认事物 即是不认这个事事物物呢 都是真的 所以呢 很当真地在执着 亦都呢 很当真地放下 很极端的一个人 因此呢 无论呢 是执着 或是放下呢 都是属于不理解中观的人 不能正见正观这个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的话呢 那无认是什么呢 呢 那无论呢 如何快乐逍遥 或者是黑苦修行 永远呢 就和这个 佛门的解脱呢 是不相应的 诸法无所得也不是因为修行者具无所得的心 而是诸法本来就是没有核心 没有体性 没有实在 无所得 真正的修行并不是为了日后的摆脱轮回 而是人家有脱离痛苦的热烈需求 生活中随处可见人由于缺乏智慧 导致我们的身心痛苦 受无限的煎熬 这些都是眼前明显不觉的事实 同时尽管这个五蕴无我 但因为业报仍然存在 如果真的将这些铁钉硬硬吞落土的话 就会吐破腸瘤 从屋顶跳下来 就会血肉模糊 并不是因为五蕴无我 佳现象界的事实 或者可以这么说 人类很少为了我 因为我只是一种概念 人真正招司冒想 为了炮烤 发动情绪不准的 是因为这个欲望和贪念 并且亦都因为这些欲望和贪念 使得他们的身心痛苦 而我们修行所重视的 是这个顺解行政 缘起无我的空业 这个空业可以医好我们的 因为欲望和贪婪所引起的当下苦 至于脱离未来轮回的苦 只是水到渠成 发而如是的自然结果 缘起法是佛法的标志 是佛陀解释一切事物出现和运作的道理 亦都是修行解脱的依据 通过对缘起圣空法的理解 就能够培养出正见和智慧 继而能够断除烦恼和痛苦 佛陀在菩提树下 就是如实观察缘起 而证得这个无常正觉 再来深入地分析缘起圣空的意义 缘起法又名为因缘法 在这里的法是解释作道理和法质 缘起法即是事物 是凭借因缘的和合而得以生起的法质 因是有种子的含义 意思即是事物的出现 是有它的前因后果 又或者是因果相依情况下而出现 世间的一切诸法都是因和缘所生起 主要而力弱者就为因 次要而力弱者就为缘 透过因和缘的和合 只会有一种现象 一切发的生起 例如一粒种子散播在泥土上 然后我们需要施肥 淋水 以及有充足的空气阳光 只能够成长为一棵大树 如果其中它的种子是因 泥土、空气、阳光为它的座源 这些因缘都具足的话 只会成长 伸出一棵又壮又大的果树 有例如瓜的种子 种出来的必定就是瓜 缘就是它的辅助条件 只有单因、单缘 是不能够伸出果的 必须种缘和合 只能够引发这个因的潜能 令果部生起 例如瓜的种子去发芽 必须有水、气温、泥土等 这些辅助的条件和合 只能种出瓜果 若果某一个条件 或者因缘不具足的话 它就会影响果的出现 例如水分不足够的话 就会令到瓜果枯干 甚至枯死 缘起法是佛陀如实观察 生死、生老病死的因缘 而证悟出来的道理 在经典通常就以这个 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身 此无故彼无 此密故彼灭的四句计 来解说这个缘起法 意思就是说 因为有这个因 才会有那个果的生起 这个因的生起 那个果自然就会出现 若果因缘改变 果自然也随之改变 若因缘昔灭 那一步也自然不出现 佛陀指出 一切众生的生死轮轮 都是依据缘起法而运作的 例如众生因为有无名 无名即是烦恼 为十二因缘之首 一切苦的根本 无名起的造业 因为对法界没有如实之见 所以做种种颠倒的行为 以至有新老病死的六度轮回 若果无名灭 则含灭 自然就昔灭 而生死轮回的果也随之而灭 缘起法并非由佛陀所创造 而是由他自所觉知 正等正觉 为人再演说出来 开始在云量 而一切有违法的生死轮必须凭借四种的缘 称为四缘 即是第一 因缘 就是指产生这个自果的直接内在的原因 例如由种子而发牙 种子就是牙的恩缘 换言之 一切有违法中 能自身出的那的话 就称为恩缘 第二就是等无间缘 又称为次第缘 是指在心 心所的相续当中 由前一刹那而引发到后一刹那的身体原因 亦即是心所于前一刹那灭的时候 又再被后一刹那身体的功用力行 前一刹那的心法 和继而活动的后一刹那的心法 这种同起的无间短的相续关系 就称为等无间缘 简单来说 即是后方承接前方 就好像接力赛一样 无有间断 第三的所缘缘 我们简称为这个缘缘 是指心法 心所法所攀缘的一切对象 亦即是一切外在的事物 对内心所产生的间接 和直接的缘 例如眼色 必以一切的色为所缘缘 以色就以一切声音为其所缘缘 乃至意识必以过去 现在未来等一切的法为其所缘缘 第四真上缘 是指以上的因缘 等无间缘、所缘缘等三缘之外 的一切有助于无碍于现在所发生的原因条件 所以缘起法的真实性是客观和普遍的 佛陀的伟大是在于发现和实证缘起法 继而为众生来解说 让我们能够借着对缘起法的理解 而断除新老病死的束缚 另一种是原生法 原生法就是依据缘起法 而衍生的一种精神与物质的现象 在这里的法是有事物和现象的含义 例如诸法即代表一切事物和现象 在原始经典里头 原生法通常是指生死轮回中的十二种现象 即是十二恩怨 无名、行、色、明、色、陆、入、畜、仇、爱、取、有、生、老、死等 幽悲苦老 原生法既然是依据缘起法而现身出现 因此必有它的缘罪而生 缘散而灭 只是相依相对互为因缘而有 因是身体万事万物的主要内在条件 是身果的直接力 缘是外在条件 能够帮助因身果 是身果的间接力 所以万有诸法之所以存在 必定有其身体的因缘 这就是果从因身的理据 例如因为有无名的缘故 才有这个行 因为有行的缘故才有这个色 因为有色才有这个明色 乃至老病死 相反如果无名灭的话 就无因缘条件成就这个行的身体 所以当无名灭 行就必须灭 行灭 即也灭 乃至老死 幽悲苦虏 也消失 所以原生法 是必定随着因缘变化 而无上生灭的 随缘起法的理解 可以见到当有因有缘的时候 果报必定会出现 例如我们现在生活中 面对的事情 都是因缘成熟的果报 所以只有勇敢去面对 以及善口来处理 不要想去逃避 但是我们可以多作这个反省 多重这个善因 为未来而努力 同时我们还可以培养善种子的座原 去除业生恶的种子条件 使以前种的善因 能够早些开花结果 而恶种子则令它难以成长 只要改变因缘 一切都会随之而改变 从以上来看 世间的善物 都不是无因无果 或者偶然出现的 而是依据着缘起法的规则 生灭变化 因此所有物象 也都不是由于单一 一个主因而来到决定 或是宿命不可以改 因为因是要依靠众原 只能够成就 而原的聚散 是会受到我们后天心志 抉择和意志毅力的所影响 若我们能够对原起法和原生法 有正确的理解 就不会经常在问 我前世是什么 是有或没有 又或者 我下一世将会去到哪里 做什么人 因为前世今生 今生来世 都只是有因果的关系 而并没有一个不变的我 而这个我的体或者灵魂 从一身跑到落下一身 况且一切的生死 都是源于有无名等十二种因缘的条件 相以相成的而产生 同在沉沦在一无了期的苦海 但若果无名灭 则新老病死 幽悲苦老的轮回 也自然熄灭 这个才是究竟的解脱方法 也是佛陀留给我们众生 最大的一个礼物 佛陀一代时教所说的 空有、无常、因果、中度、三法印、四星体 十二因缘等等的教法 可以说都是为了传言 缘起思想的根本教理 所作的方便教说 《灵验经》梳里面 有说 圣教自浅自深 说一切法 不出因缘两字 这里就讲明了 佛堂的教法 有其一贯性 缘起是佛教 异于其他的宗教、哲学 思想的最大特色 也解释了宇宙万物的身体消灭 乃至生命起源在一种至高无常的真理 在《道光经》里面有说 见缘起则见法 见法则见法 佛陀的法身就是诸法的实相 也是缘起性空 若果能够能够从缘起法中通达诸法的空性 即是知到缘起而有的一切法 虚幻不实 即能够从缘起法中见到诸法的空性 这就是佛陀的法身 因此《金刚经》里面有说 若见诸上非上即见如来 这一点也是禅中所谓的见性成法 所以可以知道 若果想成佛道的话 必须替观这个缘起 所谓缘起 即是代缘而起 世间一切有为的法 都是没有独立性的 没有独立性 没有恒常性 必须靠恩和缘和合 自有这个果 缘起法 所要解释的就是因缘果的关系 驱舍中为了说明万法的因果关系 它建立了有六因四缘五果的说法 将一切法的因分成六种 即是能作因 俱有因 同类因 相应因 偏行因 二熟因 第一个能作因 又作为所作因 又叫做所作因 除造因 即是某些事物的身体一切没有对其发生障碍作用的事物 都是某一些事物的能作因 它的范围很广 又可以分到两种 第一种就是自发生事 吸与性力而助长者 称为与性力而助长者 即是给你力量 好像眼睛新颜色 就或者于大地能够新草木一样 都是由于有力的能作因 的作用 但是限于有违法 第二个就是自发生事 无所障碍 令知自在而生者 称为不障 无障碍 好像虚空 存有万物 万物存于虚空 完全是武力的能作 佳因通于一切无畏法 此因所得的果 亦都称为真上果 第二就是拘有因 又称为共有因 共生因 为拘有果的因 亦都分为两种 第一就是辰转同时互为因果者 称为互为果 拘有因 如顶的三只脚 互相依此 而能够 其立起来 第二就是多发同时为因 而得同一果者 称之为同一果 拘有因 又好像顶的三只脚 互相依此 以之词一物 此因所得的果 就称之为这个事用果 第三就是同类因 又称为自分因 自种因 就是叫做过去与现在的一切有留法 以同类相依的法 以同类相依的法为因 固称为这个同类因 就好像善法为善法为善法的因 乃至无忌法为无忌法的因 这些同类相依的名字 这些同类的名字 就他们的善恶之性而建立 而不是就悉心等的事相 这种因所得的果 就称为这个等留果 第四就是相应因 就是叫做认识发生的时候 心和心所必同时相应而起 互相依存 两者同时聚足同所依 同所缘 同行相 同时 同事等五种意见 故称为相应因 这个因所得的果 就称之为这个事用果 第五就是片行因 又称为一切片行因 特别是指能片行于一切 掩污法的烦恼来说 与相既知同类因 为前后二时的因果法 而同类因通于一切的诸法 而片行因 这些恶法感受地狱的果部 以十善的有留法 就招天上的果部 这些天上和地狱的果部 当然是因为非善非恶 而是无忌性的 如此以善因 恶因皆感无忌的果 因果二类而熟 故这个因就称为这个二熟因 所得的果就称为这个二熟果 综合上述所说的因 因虽有很多种 但大可以分为 因果同时的因 以及因果二时的因 同时的因 为空间的因 指诸法的相依、相托的意思 二时的因是时间的因 指诸法的相续计起 六因当中 俱有因、相应因是同时因 同类因、偏行因、二熟因是二时的因 而能作因是他兼备同时和二时的因果 第二,四元 四元刚刚上述也有说过 他有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真常缘等等 刚才说过就不再多说了 另外他有另一个论说是五果 圣上门分别因缘、因果之上 据上述的六因、四元所产生的结果 就是所说的五果 五果有真相果、事用果、等留果、二熟果、离系果 第一,真相果是依能作恩的真相力 所得的结果 以一有为法 望其如一切之有为法 为真相果,主要是做了业之后成熟在外景的果 譬如杀身的果 外景成熟 自己就转身在非常恶劣的地方 环境很恶劣 特别容易有生命危险的地方 甚至短命、短寿都是叫做真相果 不论转身为人或是畜生、是穷或是富贵等等 都是由业力所致 而且我们所生存的外在世界 同样也是业的创造 业的能力作用在生命主体身上 好像转身为五脆 受贫贱富贵、智慧、蠢、聪明等等的差别 以及影响人的性格等等 这些结果都是属于二熟果和等流果 而作用在生命生存环境上的差别 就是属于真相果 譬如有些人身在交通不方便的山区 有些人处在交通发达的城市 也有些人身在江巷沙漠的地带 也有些人身在一年四季 阳光充沛的地方 有些人偏是住在冰寒的地方 或者是好热的地方 这些都并非偶然所致 全部都是源于我们过去世 所做的善业和恶业的力量 第二就是试用果 试即是人类 用即是作用 所谓试用果 即是指人类工作的因果 一个有力量的人拿起一些东西 从这处拿去那处 因为他有力量 所以就像是夫一样的作用一样 就如叶恩亦是辰转地增长广大 他的力量很大 不断地增长 引致身身世世 继续受无边无量的苦 要否再增长恶业的话 就更加飘浮在轮回当中 没有出奇之日 因为有这种作用 所以就叫做试用果 如果不想受轮回之恶 就要努力不断地随去不善 行持戒修复等等解脱门 又断除害人的心 就是没有杀人没有害人的心 就得这个长寿 共灯布施就得这个庄业的悉心 无我慢对人兼功就得这个种姓高贵 布施贫者得这个富贵等等 善得真相 而且福德 绵延无断 成就港大之良的善取一生 第三就是等流果 等就是平等的意思 流就是相当于流入的意思 等流是平等相续的意思 是指因果的性质前后相同 亦有两种意义 一就是领受等流港 好像身在人中过去做杀生业 今世就会引致短受短命 过去做偷盗业的人 今世他就会财富短缺 过去做邪淫事业的人 他今世就会得到妻子不忠的果报 这些果报在汉传佛教当中 亦称为这个花报 即是附带在果报之中的意思 第二有这个造作等流 好像今生喜欢杀生的偷盗的人 佳因过去世 他内心中的伤同杂气 平等逐流所成的果 所谓果始于因 是等的含义 从过去的因所生 所以就说为这个流 从人间来看 有些人虽然身在富贵的之家 但是他却有这个性格 就是暴躁 身性耗勇斗肯的缺陷 而有些人虽然家境贫穷 但是很有文化 心底善良 贼心人口 这些都是等流果所造成的 贫富等的差别 是属于领受等流果的原因 而心底善良和身性耗勇斗肯的性格 和心底善良是属于造作等流 俗话 江山易改 本性难以 正如等流果所说 一个过去世经常行善积德的人 他今世也会时常存在善心 人的性格、喜好的产生 除了今生的环境之外 是较认为还源于他过去世的逐流 果和因有相同的地方 就是叫等流 就好像河流一样 上流、下流的水 基本上是一样 下流的水 是从上游流下来的 这个都是一种流 所以说现在的果 是前世的因、流燕 是进一步成熟的方法 这些也是流的一种意义 第四就是二熟果 由于善恶业的力量 而导致众生转身六度的果 就是二熟果 在天、人、人到转身 即是善业的二熟果 身落到地狱、恶鬼、畜生度的转身 因即是恶业的二熟果 二熟果的性质是属于非善非乐的忠诚 但它的因却是善恶业 因为只有善恶业 只能够招紧到这个二熟果 二熟也含有三层的意义 第一就是二时二熟 即是不同时二熟 说明了二熟果的得果时间 并非好像被刀割伤一样 因果同时 而是前世素的因 今世或者后世得果 好像春天奸重 秋天自有修成 由于因果的不同 故称为二时二熟 第二就是二性二熟 指是因果的性 它的本性彼此有二 即是业因有善恶性 感果是无忌性 也就是善业只招紧落果 恶业只招紧这个苦果 乐苦二果不带这个道德 和非道德的性 所以是二性二熟 第三就是便宜而熟 即是指叶种子 藏在二熟的色田中 随着阿拉耶色转动便宜 代恩怨至方熟 事名便宜而熟 在五翠轮回途中 天等的五翠就是二熟果 无论是投身到景欲好的天度 或者苦乐参半的人度 亦或受苦较多的三学度 都是受业的能量天忍所致 例如一个人 由于过去世所造的业的力量 而转身为人 转身为人的结果 就是业的二熟果 今生又继续造业 根据所造的善恶业的差别 或者在下一世 转身为天 或转身为畜生 转身的结果 就是下世的二熟果 这种果报在汉传佛教中 亦被称为正报 即是主体的果报意识 比如今生杀生 下一生就堕落恶趣 一定是下一生 和下一生的不一样 而且身份转变之后 只能够叫做二熟果 不单止是恶法 善法都有这个二熟果 第五是离系果 系是烦恶的系博 离开一切烦恶的系博 就称为离系 佛教对于果的分类 共有五种 前面提到的四种 都是业力所牵的 还有一种果 不是靠业力的结果 就是叫做离系果 所谓离系果 就是脱离以烦恶和业 所系博的三界轮回 而达到佛教徒所追求的最终目标 就是涅槃之乐 因为涅槃的境界 是彻底远离了各种系博 所以称之为离系 这个涅槃虽然是修道佐证 但是却并非修道的果 无为法是无因无果的 之所以称为果是对这个涅槃的假立明治意义 而在《驱舍论》中说 涅槃虽然没有这个因果 但由于修持道体所显示 是因为我们的修持 我们的修行 所导致我们可以进入涅槃 所以在离系果 也是涅槃的意思 而涅槃之道 然后历而正之者根据佛教 二属果等四果是属于涅果的范畴 离系果是非涅果 通过修持佛教 断绝了一切烦恼之后 超出了生死轮回 就称为离系果 因为离一切的是博 即是牵引是博 所以就叫做离系 这个法是长住的 不是来自六因而生 唯有以道力来证明显现 所以虽然我们给这个果的名字给它 而非对于六因的恩体 五果之中离系果是属于无畏果 其他的四果是属于有违果 这种的恩果论的中心问题 是要讲明两种相反的人生趋向 一就是作恶业而引起的不断流转 即是生死轮回 第二就是作善业而引向还灭 即是归于涅槃 因缘果三者是相依相待而存在的 无绝对的独立性 在习欧含经里面有说 此有故比有 此身故比身 此无故比无 此灭故比灭 这一点是缘起的最好说明 就是因果法质的最好解释 将万化身体的恩来归纳于诸 归纳在人的作业力上 称为业感缘起论 缘起论是佛陀正悟的时候独特的思想 在其他各种的宗教、哲学、思想所未曾有 他的完整理论体系 是源于这个原始佛教时代 已经具备有 后世的论师以这个为根本的教理研究 而逐渐发展出这个业感业源 业感缘起 赖耶、赖耶缘起 真如缘起 法界缘起 六大缘起等一系列的缘起论 缘起法虽然深谷难懂 不过从这个因果法 等六条定律中可以进一步认识这个缘起 缘起说在佛陀时代 属于具备了完整的一套理论体系 后世的论师 这些为了做根本的教理 逐渐发展出这个业感缘起 来夜缘起 真夜缘起 法界缘起 六大缘起等等 如果再讲下去就会超时间 不如将这几个缘起 六大缘起留在下一堂才再讲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堂我就再从六大缘起 为大家分析 我们作一个回向 文法功德殊性行 无边性波皆回向 抱怨沉觅诸众生 畜往无量光佛策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也波罗蜜 大家安慰陀佛 大家起立 好